连日来,韩国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希望与中国沟通 韩联社24日报道 韩国外长朴正当天在国会 就韩中外长今年1月通电话之后 就很少有交流的提问表态成 计划尽快与中国外长秦刚会晤 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邱敬浩 22日在出席国会议场会议时 重申政府对华不脱钩的既有立场 另据韩国朝鲜日报23日报道 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惊怠孝 在参加YTN电视台的节目时也表示 已经正式准备同中国展开对话 不止在野党 近来在执政党内部也出现政府 需积极拓展对华外交的呼声 报道称执政党国民力量党 重量级政治人物刘成明 日前在SNS上发文称 尹熙悦政府应该制定在今后的 四年间与中国相处的战略 发展对华外交 韩美及韩美日同盟已经得到巩固 现在应该是制定对华外交战略的时候 多家韩国媒体也发出 尽快调整对华关系的呼声 韩媒称近期韩国政府与美国 日本举行了多次高层级交流 但韩中两国之间的高级别线下交流活动 并不活跃 韩国亚洲经济24日称 在韩美日同盟进一步靠拢的节奏下 对于尹熙悦政府对华外交 缺位的忧虑之声此起彼 然而 有评论认为 尹熙悦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举动 包括出台韩国百印太战略配合美国 大谈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等 这些都给中韩关系蒙上阴影 5月26日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民 接受韩国媒体采访 他直言中韩关系 还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솔직히 말씀드리면 현재中韩关系が 좋지 않습니다 또 납부질 위험도 있지 않을까 우려합니다 이것은 한국 분들도 느끼실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이것은 제가 원하던 상황이 아니어서 매우 우려하고 있습니다 저는 원인과 중국이 있지 않을까 생각합니다 与此同时 中美芯片之争 也让韩国陷入两难 在中国宣布 美国半导体制造公司 美光卫通过安全審查后 韩媒却得到风声 美国不许韩国填补 相关空缺 韩民族新闻 25日发表社论称 미국政界人物 入骨的要求 实际上是想将 美中的半导体战争 战火燃向韩国 如果韩国政府和企业 在半导体问题上 一味看美国颜色 那么韩国半导体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将不得不走下坡路 韩国政府和企业 或且需要慎重对待 必须最大程度 避免在中美之间二选一 最近美国等 일부 국가들이 人类적으로 소그룹을 만들고 中国에 대한 디크퍼링과 궁구망 단절을 추진하고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한국이 개관적이고 공정한 입장과 시장 경제 원칙을 지키면서 양국 간 산업망과 궁구망이 안정적으로 원나락의 흐름을 요지할 수 있도록 좋고 힘써주기를 바란다 이렇게 말씀 드렸습니다 그래요 중국은 양국이 경제 관계를 다시 새로운 단계로 다진시킬 수 있도록 한국과 협력해서 협력해서 그렇게 희망한다 말씀드렸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谢谢大家